我叫林哲堅 我今年就在邱才讀中午 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比赛 通诗老师一天介绍这个比赛 他也说到我们有师兄赢了这个比赛 当年他是去土耳其的 我和私上皇就突然兴起 就说要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之前都没去过墨西哥 墨西哥这个地方很新奇 难得这个比赛的冠军 或者是头三名的过奖 就能去墨西哥 我们立刻一时兴起 不如参加这个比赛 就参加了这个比赛 代表试下年轻人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有一种成功感 因为多数年轻人在社会上的言论 都不太受到一些成年人的重视 但是在今次会议上 我们都知道 会议上的人都会很重视年轻人的意见 难得我们可以在会议上 代表年轻人发声 我觉得是一种成功感 还有我觉得突然之间 好像多了一种责任 可能原本都是为自己去发声 但是想想想 原来是为所有的年轻人发声 了解多一点墨西哥这一个地方 始终都是未去过 而且媒体上也比较少接触 可能我们也只会有一些 比较黑板的印象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 更加认识墨西哥不同的东西 我也知道这个会议上 也会有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会议 去认识一下其他不同国家的文化 或者他们当地 特别他们对这个 看来有什么看法 不要怕失败 无论是怎样都 试一下参加比赛 试一下先 我觉得 如果一开始就觉得会失败 你一定会失败 反而是 成功一些是一开始都没想过会成功 所以即可都试一下 我觉得是成功 我觉得 因为其实 参加完个比赛 其实无论成功或者失败 其实你当中得到的经验 所经历到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参加比赛的时候 应该尽全力一博 那就不会后悔了之后 善用资讯科技 创造无限可能 IGF Yeah